豆饭 It's over before it's begun So don't let me fall for a figment of mine Imagination Don't be a stranger Let me get to know, yeah, there's a kind of danger When my mind starts to wander Round and around tryna figure you out Would it be like to be, could it be like to be yours? Would it be like to be yours? One step, these two steps, do not Would it be much better if we stayed in touch? You and me, but it was too late I can't make you stay away I know you're just here for good fun It's over before it's begun But don't let me fall for a figment of mine Imagination Don't be a stranger Let me get to know, yeah, there's a kind of danger When my mind starts to wonder Round and around tryna figure you out Would it be like to be, could it be like to be yours?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呢我做了一個brunch 我這邊睡前忽然非常的想要吃 avocado toast 所以我就做了一盤 這個呢是我最近發現到在公司旁邊的一間超食堂裡面賣的這個 核桃麵包超好吃 給一個大拇指 另外呢又再度碰到蘆筍買一送一 所以買了蘆筍還有這個cheese蛋 然後剛才幫自己沖了一杯 Ice Latte 果然早餐就是要喝咖啡 Focus Focus 啊 海味 海味 阿 开盐 鸡蛋 倒入鸡蛋 切成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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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要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我前兩天在HKTV Mall上面買的東西 我很認真的買到了500塊 因為這樣才可以免運費 首先第一個不是HKTV Mall買的 是我昨天到超市去買的這個壽司用的海苔 因為我從上個禮拜開始 就一直非常的想要吃KIMBO 所以今天可能會試著來做一下 所以買了這個海苔 然後我另外還買了那個 菸蘿蔔黃色的那種 好 接下來就真的是HKTV Mall買的了 你看看 切氣感 這個是一個套組 這個是醬油 然後這個是魚露 兩個都是韓國品牌的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是因為我上一次試做韓國小菜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味道好像有哪裡不太對 然後我有看到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小菜裡面那個鮮味跟鹹味是從魚露裡面來的 那剛好我的醬油也快用完了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這個set 這個是我下個禮拜準備要來煮的咖哩 這是什麼 啊 味道了 嗨 這個是蘭諾的芳香豆 然後我一直都是蘭諾芳香豆的愛好者 自從我之前做過他們的案子之後 我就自己被燒到 然後跑去買來用 那這個是他們新的 就是又包含了柔軟筋的功能 所以 其實我不確定這個味道是不是我喜歡了 好 聞不到 再來呢 大家是不是都已經發現了 我非常喜歡吃韓國料理 所以我一次買了這個辣椒醬跟韓國的大醬 之後可以來煮泡菜湯 最後呢這個是一個小家店來的 是 我上次看Agnus的影片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我就想說 欸 這在哪裡買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適合我這種 就是一個人住 然後位置沒有很多的人 是這個Vitantonio的Mini Bottle Blender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想要找果汁機 因為你知道夏天到了嗎 但是我本來在看的那種Cuisine Art的 就很多 然後又很貴 我就覺得我家裡可能放不下 所以呢 所以我就跟著他買了這個 好可愛喔 好小喔 有一個底座 一個杯子 應該是這個 喔 噔噔 以上呢就是我在韓韓TV Mall買的東西 那接下來是想要跟大家update一下 我之前有跟大家開箱過的這個 My Feel 淨白水牙刷 那我用到現在大概兩個多禮拜了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後的感覺 我覺得口腔健康呢真的是因人而異 像有些人他就是不刷牙 他也不會蛀牙 但像我就是一個雖然吃完東西就漱口刷牙用牙線 我還是很容易會蛀牙 那這個呢就是利用水的沖力 直接幫你清洗你牙縫中間比較難以清潔到的小殘渣 所以他是可以取代牙線 然後跟你平常的刷牙步驟一起進行的 他的使用方法其實淺顯易懂 就是你把這邊打開 裝好水之後呢 按下這個按鈕 他就會從這邊開始噴出水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含住 然後牙縫裡裡外外全部都run過一遍之後 你會發現真的有很多那種小小的菜痂 是你刷牙的時候刷不到的 那如果你想要讓整個體驗就是更清潔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加入一點漱口水 那就是會涼涼的這樣子 那我個人用的話 他滿格在這裡嘛 我一次這樣刷完用過一輪 大概會就是用到四分之三的部分 那你就是每次刷牙前再增加水就好了 那至於他的建議使用方式 其實就是三三過後 然後你刷牙的時候搭配使用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口腔清潔步驟大概是怎麼樣 像我這種牙線用的不是太好的人 我覺得這個還滿有趣的 今天這個影片呢也不是sponsor的 是他們之前先寄了公關品給我 然後我試用過後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呢他們也給我一個紛潤連結 所以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然後如果你透過我的連結去買的話 我會能夠得到一小部分的紛潤 但是你們不會多花錢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適合的話再買 如果不適合的話 就是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我今天有個任務就是 我覺得我的冷氣很不冷 就開到24度了還是會悶悶的那種 我在想應該是冷氣裡面的濾網 就是太髒了 太多灰塵 所以我要先去樓下的管理處借梯子 然後把它拆下來清洗 然後接下來呢我要來大掃除了 因為我不知道欸 我家真的好容易有灰塵喔 兩三天沒有吸地板 我就會開始大過敏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好 嗯 Let's go 我現在呢要來拆上面的濾網 我先把它關掉 如何打開冷氣濾網 首先第一步驟就是要先把它的這個蓋子 把它打開 那基本上所有的分離式冷氣都是一樣的 你看 為什麼它打開得這麼容易 我的天啊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裡面非常的髒 好 Oh my god 好 蠻掛的 就會不冷 好的我現在要淹水了 我以為衛生在堵住了 剩薑泥大概洗好了 然後現在呢 把上面淹淹一下 哇 我真的是滿頭大汗 哇 真的是涼很多 人生成就達成 好喔 我感覺好像已經很久沒有跟大家講話了 我現在呢 要來試用 我新買的這個小果汁雞 夏天了嘛 總是想要喝一點冷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來做一個優酪飲 剛好把我剩下的冰塊給用掉 最近很努力的讓自己吃的比較健康一點 雖然說如果要真的很注重健康的話 那個消費是滿高的啦 不過呢 年紀也不小了 是該時候 注意一下身體健康是吧 是嗎 鬧了 是嗎 還有一個小果汁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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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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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沒關緊啦 OK This is so messy 可以可以可以 每個禮拜六的例行公事呢 就是要剪影片 因為我最近禮拜一到禮拜五都 就比較忙 然後回到家我整個就是這樣 躺在這邊了 所以我的影片呢都是禮拜六的時候 一次把它完成 就一整天這樣剪下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我在家裡吃BBQ的一個影片 影片已經剪好了 然後我有一個小幫手 幫我把字幕的逐字稿打出來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字幕呢 放到我的影片裡面 有15分鐘 我到底要上多久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 上個禮拜上完課 我的翁車又更大了 好的 那我現在聊到太陽下山之前 很快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新買的衣服 可以看到我的穿衣風格 一直都不是非常走在時尚 尖端的人 我通常都是走那種很樸素很簡單 然後很舒適的衣服 因為我其實對自己的腿啊 腰啊都 不是很有自信啦 說真的 但我最近被一個朋友一句話答信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不穿一些 比較活潑 色彩鮮豔的衣服 我年紀再往上走的話 好像就不是很適合了 我最近有努力的走出我自己的舒適圈 有買了一些我以前不太敢嘗試的衣服 那現在就穿給你們看 好 這一件呢是我還蠻喜歡的一件單品 我是在一個叫Aerie的網站上面買的 它就是一個棉的上衣 然後這邊是做V領 然後下面有一點小detail這樣打開 所以我覺得 這件上衣呢 配牛仔褲真的是很好看 雖然我覺得我穿起來是跟網站上面的model 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 在下一件是這個伊志玲的上衣 然後老實說我有點訝異 為什麼那時候我會買它 因為我的肩膀比較寬 所以我通常穿這種伊志形的 就會凸顯出我的肩膀的這個線條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我還沒有穿出去過 但是你們從後面看應該會覺得 很大隻這樣 有沒有 就會覺得整個背好像 真的是一個倒三角的感覺 但說真的 這真的很夏天 你看 這個紡紗的材質 然後顏色再加個牛仔褲啊 牛仔裙啊 牛仔裙啊 所以我需要說服自己 有那個勇氣把這件衣服穿出去 那接下來這套呢 其實已經回到我的 comfort zone 這個是一個性色的寬鬆上衣 然後這邊完全把那個 白白袖的肉都折掉了 我覺得很棒 不過唯一是我買的時候 沒有想到它跟我的膚色會這麼的接近 所以遠遠的看會好像 誒 是不是沒有穿衣服這樣 然後褲子是我這次買到最滿意的單品之一 它是一個也是鬆緊的寬褲 然後我覺得穿起來啊 超級修 就是整個腿有被拉長的感覺 這兩件都是在ARIE上面買的 下一件是這個 碎花洋裝 那這個真的離我的 comfort zone 大概有1萬公里這麼遠 我那時候是看到model身上穿 看起來好像很有氣質然後很鮮這樣 結果買來之後我心裡想說 天啊我 我怎麼會覺得自己是仙女 怎麼可以駕馭這種衣服呢 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一個材質跟花色都非常 夏天的洋裝 怎麼辦我覺得我這件穿出去 真的有點像阿姨 但我那時候最純粹只是想說 我要踏出我的 comfort zone 所以我就買了 看一下我頭髮如果綁起來會不會好一點 頭髮綁起來有好看一點嗎 好像沒有 現在 嗨 最後一件呢就是這個 我在ZARA買的jumper 它看起來有點像裙子 但它其實是一件褲子來的 這件其實也是我平常不會買的衣服 包含花色啦 跟 短褲短裙這種 我都平時 平時我是從來不碰的 但這件呢我覺得 它很修你的小腹 那這件我穿了大概三次 算是我這次買的衣服裡面 我滿滿意的一件 每個人的風格呢都是要慢慢去培養的 but anyways 這應該算是成功的一次 挑戰吧 chau 拜拜肉 我現在要來做KIMBO 放入鱼肉 牛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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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